大家以后在市场上面遇到这种咸丰元宝 宝苏荡百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心眼 因为你可能买到的是一个假货 咸丰荡百的苏百这个品种 它是造假的重灾区 那么这一次发到北京公博去评级 这个苏百它是被毙了 上面写的是盐壁退回不适合评级包装 那么这个苏百它为什么是假货防品 首先它的整个这个包姜非常的不自然 一般有经验的朋友看到这个包姜 都会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比较造作不像就是从清代流传下来的 那种一眼大开门的包姜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整个铸造和质体 它是非常浅的 浅也比较的薄 整个质体铸造还是很软的 从它的笔画细节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就是它的地章的这种杀形 颗粒还是很粗的 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地章杀形 颗粒感非常的粗 第四个就是它的这整个编道的这种 磕碰 这种磕碰也是显得有点不自然 另外就是这这个壁 它编道上面有磕碰 但是整个编道这个上面显得还是有点尖锐 不圆润 原来讲就是流通过后 这个边它应该会圆润一点 最后这个壁 它的声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声音还是很昂的 就是方言讲的声音很尖很昂 这种声音大家一听到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判定这个钱壁 它没有退火 火气很重 而真壁 它的声音要稍微低沉一点 稍微悦耳一点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苏柏这个品种 在整个咸丰 荡柏的这个品种里面 它是造假的 重灾区 那么大家遇到这种包浆不怎么舒服 地藏杀形比较粗 再就是质体很浅很软的这种咸丰 元宝苏柏的时候 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 因为像这样一个苏柏 目前品相好一点的 黄亮一点的煤品 至少都是大几千一个 基本上都会过五千 那么大家去买的话 如果是买到一个假货防品 损失是非常大的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 咸丰元宝苏柏的这个假货工艺品 就是现在的防品 最多最多 高仿最多最多 也就是一两百一个 另外就是大家不要去贪便宜 买一些钱币 这个钱币是一个朋友 花了两千块钱 在收藏市场上面买到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减漏价 我们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减漏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被漏了 因为卖家 基本上非常清楚 他这个币是多少钱买的 然后真是价值市场价 他们也会摸得非常透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